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换句话说,她是从媒体口中才知道女儿逝世的消息 不得不说,这妇女关系真是淡漠到令人咄舌 这一消息一经发出就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不少网友对此感到惊讶 在此之前,谁也没想到,她竟然还有一个女儿 而且现在已经离开了人世 当然,也有一些网友对郑少秋的父亲角色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她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缺乏陪伴和关注 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 还有网友对郑少秋的行为表示愤怒和失望 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不闻不问几十年 这么多年也没有真正关心,爱护过女儿 然而,随着网友的爆料 大家逐渐发现郑少秋似乎并没有传言中那般无情 当初的事情也别有引擎 郑少秋与卢慧如是在演员训练班上结识的 那时候的二人都还很青涩,还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 在交往三年后,网慧如为其诞下一女,取名为郑安怡 此时的郑少秋才踏入娱乐圈 未来大有可为,也因此,二人并没有选择踏入婚姻殿堂 之后,二人就因为种种琐事选择分道扬镳 网慧如带着女儿赶往了美国 自此,这对妇女就很少联系,就不用提见面了 直到郑安怡读大学时,这位名义上的父亲 为了让大女儿有所成就 郑郑安怡读了宾夕法尼亚州大学 没想到,由于安怡花钱没有节制 几个月就败光了一年的零花钱 只能哭着给郑少秋打电话 由于担心女儿,接到电话后的第二天 郑少秋便拿着钱,打飞地到了美国看大女儿 除了女儿花钱如流水 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每年学费也很高 一年二十多万港元 四年大学加学费,郑少秋至少提供了百万元的支持 但自此之后,双方就再次失去了联络 郑少秋后来在采访中惋惜地表示 如果之后在大街上遇到,也不知道能不能认出大女儿 至于这对妇女的关系为何如此淡漠? 这一切都跟卢慧如有着很大的关系 由于一个人在异国他乡 带着女儿生活的压力很大 所以,她总是不由自主地跟女儿灌输有关父亲的负面消息 久而久之,郑少秋就对父亲产生了怨恨 这种情绪一直到她成人后才得到释怀 父母分手并不全然是一个人的错误 从那以后,她开始尝试接纳父亲 还在前几年与郑少秋在线下见了面 然而,原生家庭的依影并没有放过郑少秋 这导致她在恋爱中患得患失 甚至身陷抑郁症的泥沼里无法自拔 最终选择了轻生 与郑安怡有类似经历的还有二女儿郑心怡 她也是不幸原生家庭的受害者 当年,郑少秋和沈殿霞的爱情长跑轰轰烈烈 女方为了爱人的前途不惜搭上一切 甚至甘愿动用所有人脉 整整十一年,女方一直不离不弃地守在郑少秋身边 好不容易等来期待的婚姻后 男方却变心了 当时,二人的女儿郑心怡才出生几个月 郑少秋就狠心离开了这对母女 甚至在离婚的第二年 她又和关京华再婚了 还先后生育了两个女儿 反观郑心怡这边 出生在离异家庭 从小缺少父亲的陪伴 当成年,母亲就撒手人寰 身边没有任何可以支持她的后盾 她的感情经历更是坎坷 还因为感情被骗而患上了抑郁症 可以说是很悲惨了 而她的亲生父亲郑少秋 这时却没有承担起一个父亲应有的责任 既没有给女儿足够的关心与爱 也没有在她遇到困难时及时施以援手 只知道在自己的新家庭里享受天伦之乐 她前两个女儿都因为原生家庭而受到种种磨难 而两个小女儿却是在满满的爱意中长大的 光是从日常照片就能看出来 郑少秋对这两个孩子有多疼爱了 在这种对比之下 郑少秋的渣男形象就愈发稳固 舆论风停更是想把她彻底定死在 失败的父亲 耻辱助上 特别是郑安怡的死 更是被不少网友归咎于郑少秋的不作为上 不过也有网友从目前的细节推理出 郑少秋或许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样无情 在郑安怡这件事情上 她很有可能想要尽父亲的责任 却遭到了卢慧如的拒绝 在媒体询问她对长女后事的安排时 关京华站出来解释 她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一直陷入到悲伤的情绪中 如今还没有从中走出来 而郑安怡的亲生母亲卢慧如 至今还在世 还是她的合法权益人 所以郑安怡的后事只能由她办理 如果卢慧如允许的话 郑少秋愿意负责长女的后事 换句话说 郑安怡有心想要处理女儿的后事 不过她说的并不算 这还要得到对方的允许 此前还有知情人士爆料 郑安怡从小就被母亲洗脑 甚至给她灌输许多郑少秋的绯闻 目的就是让她厌恶亲生父亲 也正是在这种灌输下 长大后的郑安怡才会对待感情如此消极 她就是担心自己会重走母亲的后路 若此爆料属实 那么郑安怡的离世 也与她的母亲有着一定的关系 总的来说 虽然郑少秋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也不能被认为是一位称职的父亲 然而将女儿的死因全部归咎于 她也是有失功允的 这次 郑安怡的口碑可算是发生了逆转 至于事件会不会反转 一切还要等待后续报道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